來 我們看一下正題喔 在教正題之前 老師先給大家一個比較有複利的觀念 什麼叫複利 老師想請問一下 你跟銀行借一萬塊 利息百分之十 有點貴喔 不要講太多 借一百塊 利息百分之十 一年後要還銀行多少錢 借一百塊 對吧 一年後要還多少錢 一加上百分之十 有沒有印象 可不可以 為什麼 一百成一是我原本借的錢 再加上一百成上百分之十 這叫利息 所以說這整個叫做本利盒 所以說你一年之後是要還這麼多錢 對吧 所以說再一次喔 你跟銀行借一百塊 你看 利息叫R 叫百分之十 所以說你一年後要還一百 乘上一加百分之十 兩年後呢 兩年後欸 你一年後是欠這麼多錢了 所以說兩年後 你把這麼多錢 再乘上一加上百分之十 等一下 行不行 所以銀行是每年負利一次 知道嗎 所以說你原本欠這麼多 一年後 你變成長成欠這麼多錢了 對不對 再兩年後 再乘上一加百分之十 三年後 再乘上一加百分之十 所以說以此可以推 所以說N年後 你總共欠銀行多少錢 一加上百分之十的N次 所以說你看欠幾年就幾次 這樣行不行 好 我們回到這一題 這題其實有點不太好 為什麼 他講股票的觀念 很多同學沒有接觸過 看不懂題目 所以說這題嚴格上一講 有成相落差的問題 來 他說多少 行不行 在2018年 以一股五十元買進一檔股票 在2018年時 以一股五十元買進一檔股票 在2023年的時候 這個股票經過配股或配息還原後 可以原價 可以還原股價為一股六十元 什麼意思 換句話說 你在2018年買進這股票 是用五十塊買 2023年時 來 不管 不管是配股還是配息 總而言之 在2023年時 你賣掉時 是六十塊 這樣行不行 好 那題目說 這個六十塊可以視為以每年固定利率 固定年利率R 進行複利 則R 可以從下列哪個算式得到 所以說這一講白話文 就是2018年的時候 你買進股票一股股票一股五十塊 你在2023年好不好 你在2023年好不好 你不要管什麼配股配息啊 就是2023年賣出去的時候 一股是六十塊 好 麻煩你 你用什麼 你去角色 這每一年利率叫R 這樣行不行 這樣行不行 問你 對吧 從五十塊展成六十塊 畢竟隔了五年嘛 對不對 幾年 一二三四五 所以說這五年 對吧 麻煩你用利率R 可以怎麼表示 好 所以說麻煩你用這負利來表示它 換句話說 你把這個股票 一開始只值五十塊 題目說年利率是R 把它乘算1加R 隔幾年 一二三四五 五年之後 變成六十塊 把這R給算出來 這R就是每年的固定年利率 對吧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瓶是反顧完 好不好 我告訴你 一開始是五十塊 最後是六十塊 四個幾年 五年 麻煩你換算出來 平均每年利率是多少 這樣你要找 意思是嗎 剛才老師一開始是告訴你說 我一開始借一百人 利率是百分之十 隔幾年就幾次 那像反過來 一開始是五十元 最後變成六十年 隔五年 麻煩你把這連利率算出來 所以說連利率怎麼算 它可以寫成五十乘三 一加R6 五四半 等於七 六十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用這個算式 來求得R 這樣行不行 好 麻煩你把這題整理一下